10-8月下旬,2018年精英女神票选活动,正在火热进行中,我们知道精英电视节是中国电视人最顶级的神会之一。 从2006年开始,精英电视节每两年举办一次,每一届会有一位精英女神诞生,精英女神必须在这两年表现出色,不只要具备青春亮丽的形象和超高的人气,更要拥有出众的演技,以此可见想要加冕精英女神绝非一世。 目前国内已经诞生了六位精英女神,她们一次是刘依菲、李小璐、王洛丹、刘诗诗、赵丽颖,以及唐唐唐嫣,就目前来看上未有电视女演员重复加冕精英女神。 当下2018年精英电视节最受欢迎女演员还在火热飘雪中,想知道哪位女演员站的先机吗? 一起来看最新更新的精英女神热度排名,目前人气排在前五名的电视女演员一次是迪丽热霸,刘涛、杨子、关小彤、李静,其中票数远超旁人的迪丽热霸一只独秀,刘涛杨子进前三,形声带女演员关小彤和李静不相上下,赵丽颖娘命无缘保单,迪丽热霸无疑是近两年来发展最好的电视女演员, 2017年迪丽热霸平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白富有以角圈分无数,2018年迪丽热霸陆续推出了烈火如歌和一千零一夜,前者登顶网剧播报量排行榜榜首,后者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和网播量,可以肯定的是迪丽热霸,是2018年精英女神的热门得主,值得一提的是前辈杨妮依旧无缘榜干, 替夫还在的刘涛近两年同样表现出色,其主演的欢乐颂第一季和第二季收获收视率冠军,与西谷演员吴秀波合作的大军师资马亦之军师联盟,苦笑龙宁更是得到了所有观众的认可, 不管是演技还是口碑,刘涛都有资格争夺2018年精英女神会观,和刘涛同样活跃的还有杨子, 这两年杨子主演的电视剧一部接近一部,比如北京女次图剑,比如欢乐颂第一部和第二部, 比如与情绪结合作的《龙珠传奇之无剑道》,以及《青云之二》等等,此外杨子在2018年推出两部影视剧, 虽然前哲因为内容原因遭下架处理,不过与邓伦主演的《湘密城》沉浸如霜, 还是为他一得了不俗的热度,如果新英女神将从这三位中产生, 你觉得哪位女演员嘉宾的可能性最高呢? 感谢观看